十年时间4162场演出 定场诗小王子 这说的便是张九南 十年兢兢业业的演出 这份敬业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也奠定了张九南的不凡 11月12日 电影《风雪战士》举办了开机仪式 通过官微发布的通告可以看到 德云社张九南是该部电影的特邀主演 将与克拉拉 张磊 李琴琴等演员合作 看到这儿 网友们也是纷纷为张九南点赞 有的知乎狗子真是出戏了 也开启了跨界之旅 真是支愣起来了 很多人认识张九南 是在德云社的开箱演出专场上 由于师傅郭德纲当时坐在台下 张九南当晚在舞台上的表现略微紧张 整体的演出效果并没有小剧场时候的好 对此张九南也在演出之后 向观众表达了歉意 说明了具体的原因 而在当天演出结束之后 师傅郭德纲也在返场的时候惩罚了他 在介绍张九南的时候直呼他的本名张建宇 也就是这次的摘字 让更多的观众记住了这位相声演员 对于这次的摘字 有网友表示是因为张九南在舞台上 说副总鸾云平死了导致的 有的表示是因为他个人在舞台上的表现导致的 而现在看来网友们给这次摘字一个新的评价 表示这就是师傅郭德纲给张九南特意设计的 也就是从这开始张九南因摘字火了起来 便也有了十年小剧场无人小 一招摘字天下之 随着金连不断的摘字 也让很多人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位敢说 疯狂对舞台执着的演员 张九南的罐口也是德云社中的一角 很多人表示狗子的罐口在德云社一众弟子当中 排前三没有问题 尤其是和头九排行老六的高九成相得一张 一个风一个吻 舞台效果特别好 两个人也算成功诠释了一加一大于二的理论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十年的磨练让喜欢德云社的观众 见证了狗子基本功的扎实 随着德云斗效社的播出 大家也看到了张九南在综艺里的表现 敢说敢玩非常的有综艺范 在某一期德云下班后 张九南表示参与德云团宗的录制 是自己的首当综艺 听到张九南这么说 德云社师兄弟表示 不要着急 在团宗结束之后 会有综艺和影视剧来找你的 因为你在团宗里的表现 大家都是看得到了的 所以在团宗杀青之后 张九南得到了综艺 青春首艺人的邀约 得到了影视剧 德云茶楼的邀约 得到了电影 风雪战士的邀约 看到这儿 喜欢张九南的观众也纷纷直呼 希望张九南能够把握住机会 拿出喜人的成绩来 这样也可以为成为十队队长做好铺垫 在此也希望张九南 在电影风雪战士录制过程中 一切顺利 有着不错的表现 放了个温水 还有其中处 电影风雪战争 感谢观看